嗯 待了 待了 那時候一張藥劑師是大概60幾滴吧 那時候啦 現在可能是50幾 那六張 一張假設60 那就是66 36 就是360滴 那現在呢 這些人會很靠腰的就是 欸 我跟你買東西 假設他買六張 那我們不要總共是360滴嗎 他就把它複製起來 把這條資訊先複製起來 然後改他後面的數字 那他後面就會貼錢上來 所以可能他就擺328這樣 那你看到這邊328 跟看到這裡328 你就會很下意識的覺得說 欸 對啊 就328 沒錯啊 但是你 後來我想一想 我發現說 欸 我六張藥劑師 328 那我那時候一條魔血要300 因為這不知道幾天前 大概一個禮拜前吧 一條魔血要300 那我想說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卡片比魔血便宜 那我 那時候就心想懷疑 就是心中產生了懷疑 我就沒有賣他 那我立刻就檢舉這個人是騙子 對 那你們也不要看這ID是韓國人 其實也有很多是 呃 台灣人或是中國人 他們去改他們的ID 或是泰國人什麼的 都有可能 他們去改他們ID的語言 讓你覺得他們是韓國人 所以這個 這個他的人種 我也不太確定他是什麼人種 好 那就先不要佔人種了 好不好 就是騙子很多 而且最近不只我遇到這個 我遇到我的公會小夥伴裡面 很多人都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 欸他複製你的東西 然後改上來 這感覺是一個病毒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已經傳開了 大家都現在都是流行的騙法是這樣子 可能以前就有了 但最近很猖狂 因為最近的騙子的那個方式啊 可能只剩這種 可能啊 好不好 那第二個遇到很惡劣的事情是什麼 我今天再打一張 通貨圖 T17通貨圖 然後有人要跟我買東西嗎 他就會進來 這是第二個 但是我沒有那個截圖 有點可惜 對好 反正我先講 就是他會進來 他進你的 藏身處嘛 因為你要跟他交易 那他就會直接進你的門 他會直接進你的門 他也不講 他就進門 然後離開 然後再進門 再離開 再進門 再離開 我最近也遇到這種的 很惡劣 然後我那張圖還是圖了 兩玉 圖了 釘子 然後點了很多通貨 甲蟲放了 貴的 然後 那張圖還萬粉菊 那張圖有萬粉菊 那他進來就是把我的門全部都踩掉 他故意的 然後害我那張圖 就是他踩光我才發現 他怎麼踩光了 靠腰 我怎麼辦 我要打那張萬粉 怎麼辦 因為他看起來是球長 反正就是進去出來 就很靠腰 最近我遇到的兩種人很惡劣 那請大家要小心 如果你發現他在踩你的門的時候 麻煩一定要檢舉他 像我剛剛就直接檢舉他了 我檢舉他 我檢舉他RMT 我希望你繼續看他一下 雖然說我也很靠北 因為他可能沒有R 但我檢舉他R 就繼續審視這個人一下 看他有沒有被其他人檢舉 大概就這樣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那我是浩爾 我們下一期再見 喵喵 就是要懲罰這些惡劣的人 所以我們不得已隨了這片